各位小金粉大家好 我是KIM阿金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幫我在影片下方按個喜歡 你們的喜歡是我做影片最大的動力 那今天要玩傳說對決裡面的塔拉 那我塔拉是走一個打野的路線 這一次改版我們塔拉BUFF了不少 它的那個1技跟2技都有提升 那原本1技的那個減傷效果是40% 那他改版之後變成60% 而且CD也減短了 那2技呢 他傷害也是提升了 而且可以在移動中使用 原本是不能邊移邊旋轉的 那他現在是等於是邊走邊旋轉 然後這樣子去擊殺敵人 非常的好擊殺 所以我們這邊的塔拉也是主點2技 他2技是他一個主要的傷害的方式 那因為我說我要塔拉打野 隊友其實不太相信 所以他們還是選了一隻納克羅斯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兩隻打野開局 那代表就去反野 那剛好遇到這一場 對方這個野區也沒什麼人在守 那我們就直接把他野區搜刮一空 這邊一開始納克羅斯 不知道怎麼突然打一打 被那個拉茲給打死了 他可能吃也吃太專心了 那我這邊我看到 古龍已經重生了 那我這邊先吃完這一隻野怪 然後過去吃那個古龍 那他這一次的改版呢 他讓他變成了應該算是一線角 其實在比賽場 都已經有出現這個塔拉這個角色 甚至也有人會去BAN掉這個角色 然後這邊我看到 他殘血然後過去追 你看這個就是邊移邊惡技 這個變得非常的好殺人 那這邊我馬爾已經回到塔下 我想說就不要繼續打 打了他也是躲起來 那我這邊來吃他的紅 那我這邊的出裝是先出一個那個 岩斧 來增加他的最大血量 所以打野速度其實也算是非常慢 我覺得還行 至少比以前的造影打野還要快 因為 除了他一技跟二技有被提升之外呢 我覺得其實他基礎傷害 也有被官方偷偷的改強 那這個改動呢 哇這邊 娜塔亞躲在草叢裡面 那我這邊就直接深追一個打 對方造影在吃野 我再繼續深追 然後把他的藍偷掉 那我這邊 拉茲也過來了 把他造影打掉之後 然後 那我這邊就是 陶拉 那剛才講到說 其實官方有偷改了一些數據 是他沒有再公告出來的 像他的基礎傷害主 我個人是覺得有提升 對啊 因為除了技能以外 他以前打野是打不動的 那他現在除了技能之外 我覺得他的普攻 我覺得也是變痛的非常多 這個可能是 沒有公告出來 就像納克羅斯的 他攻速已經被改慢了 可是卻沒有公告出這個動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覺得 如果有說錯也幫我指正一下 那我這邊看到趙魚 哇這邊兩隻 看到情形不對就要趕快退 哇這個拉茲這麼兇 我就直接進去黏著他打 成功的把拉茲給擊殺 那我們這邊 這個魔龍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拿下來 我看到趙魚在上面 欸 納塔亞 欸 就納克羅斯沒有跟過來啊 哇 這樣子 原本可以成功 比較輕鬆 收掉納塔亞的人頭啊 哇 這個納克羅斯來太慢了 有時候會戰呢 還是要看一下小地圖 那時間來到6分鐘呢 我的擊殺比數呢 是411 還算不錯的開局喔 那一樣 從生後先來吃個紅 那因為兩隻打野關係 所以自家的籃 我一律就是讓給了納克羅斯 不然納克羅斯沒有籃 真的打不動啊 不管你是玩什麼職業啊 只要你的打野角呢 是有納克羅斯呢 或者是蟲出現的話呢 千萬不要跟他搶自家的籃啊 不然很容易 他們沒有籃之後呢 就其實變成4打5 沒磨 大不了就回家 泡個溫泉補一下磨就好了 不需要去跟他們搶籃啊 因為你射手啊 法師再需要籃 都沒有比納克羅斯跟蟲子還要需要籃啊 這邊看到 哇三隻趕快退 塔拉就是有這個好處喔 他的一技呢 可以蠻快速的 離開戰場 然後再加上他大絕 可以增加他的位移效果 那這個拉茲追太深喔 哇 這個噪音跑回塔下 那我就沒辦法擊殺 那你看到我們出的第二把武器喔 是出那一把 新的武器喔 應該是叫破陣吧 那破陣有一個好處呢 他就是離開戰場的時候呢 他會加10%的走速 那對塔拉這個走遊擊的 會有更快的一個支援效果 那他的一個破防效果也是 比鋼鐵長槍來的直接喔 鋼鐵長槍必須要跌的啊 所以比較適用於一些 攻速快的角色啊 例如像愛里啊 納克羅斯啊 那塔拉其實比較適合像破陣這樣子的武器喔 那這邊我再繼續吃個紅 那這邊我是要來吃魔龍喔 我不想按錯那個信號燈喔 按到回到那個高地啊 那其實塔拉呢打野並不慢喔 因為我那時候在選這個角色的時候啊 他們說啊塔拉打野太慢啊 怎麼樣的啊 他們都不相信塔拉可以打野啊 那一樣打野的工作 有魔龍就吃魔龍 有古龍就吃古龍喔 有會戰就來幫忙參與一下 雖然是打野啊 但同時也是一個坦克的角色啊 會這樣中不能沒有坦克啊 那這邊我媽我追身喔 那莫托斯沒有跟過來 哇這邊有點可惜 直接一打三被打死了 這邊有整個自信爆棚啊 我以為我可以扛得下來啊 那這邊我又出了一件反甲 那新改版的一個反甲呢 他有加血量喔 那他同時也可以反15%的那個傷害回去喔 那對於像塔拉這種血用不完的角色啊 他反甲其實非常有利的喔 那等於說我這邊也是 岩斧配上反甲 來增加一個整體的一個輸出喔 那這邊魔龍吃了一樣 魔龍出了就吃魔龍 那我看到 欸納克羅斯在上面死掉 我想要過去看一下 哇這邊突然被拉茲給緩住了喔 那我這邊想說用位移跑掉 結果他們也有位移啊 所以整個跑不掉 那對方噪音也過來了 所以人頭就被收走了 那時間來到了十多分喔 那我這邊的戰績呢是636 那我看到中中這邊發生一波會戰喔 那一定必須要守住這一座塔 那我這邊就直接來到戰場上的正中央 讓他們集中炮火 不過看起來是沒有發生會戰 哇這個我馬爾衝進來了 那我這邊開個大絕 發現他們打我根本就不痛喔 這是傳說中的打不死的小牆啊 只要塔拉成為他們集火目標喔 其實他們打不死 然後我們再靠後拍的輸出 就很容易打贏這場會戰 這邊趙雲 這邊為了要保護卡利喔 所以我這邊追過去 哇那拉茲為了救趙雲 然後犧牲自己的性命喔 那這邊我們又成功的帶掉中路的一個塔 那這邊兵線沒有跟上來喔 所以浪費掉了一下時間 那對方也都重生了 那這個我馬爾 血量有點殘 可是來不及追過去 那我這邊想說跟趙雲打一下喔 你們可以看到同樣15級喔 趙雲跟我1打1是打不贏的喔 那這邊是他們3打1 我還成功收掉他們一隻我馬爾 沒錯 新版的塔拉就是這麼強啊 那這邊戰績949喔 我們這邊總擊殺是20隻喔 我這邊等於是9個助攻9個擊殺喔 等於幾乎對方有死掉人頭 我全部都有參與喔 那我這邊就跟隊友講一下說 欸相信塔拉可以打野了吧 因為那時候在選角時候啊 被他們打臉啊 所以我們之後看到有人說塔拉要打野啊 那千萬不要覺得太驚訝啊 是真的可以啊 那就算塔拉帶了制裁呢 他其實也是可以去兌現啦 幫忙一個增加一個吃魔龍跟古龍的速度也是可以啊 或者是去反野 如果要反野的話 那我是建議說1技盡量把它扣著喔 因為1技其實打人不太痛喔 只是非常的緩啊 那如果你去反野的話 你很容易被人家圍住喔 那就要靠1技去逃脫 那我這邊看到中路發生的會戰喔 趕快趕過來 那這邊我看到納塔亞 沒有機會 那中路握馬爾 這邊血有點殘喔 哇 這納塔爾犯了大招打我身上完全不痛喔 大家都知道納塔爾的大招是非常痛的喔 可是對於塔拉來講是無感啊 那這邊 換趙雲被單抓囉 來報剛才的仇啊 那這邊對方的全部的人都被消滅了 那這一場勝利應該可以直接拿下這個主塔了 我這邊直接頂著塔 主塔的傷害喔 開著大絕 你看到我那個血是完全沒有掉的啊 所以沒有人可以阻擋他拆塔的意志啊 如果真的沒有遇到小兵他自己開著大絕 硬要拆塔也是可以的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總結的戰績是9-42喔 我們來看一下輸出的百分比跟坦度喔 這邊我是對英雄傷害是32.8% 神鬥傷害高達到38.9%喔 傷害最高也是最坦 基本就是打不死的小強啊 如此OP的角色你們還不來試試嗎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問題請在下面留言 有空我會一一的幫我們解答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訂閱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